这就是女巫市场呢 他们已经 这个就是羊驼仔 羊驼又是吗 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问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跟我说是真的 这个也太可爱了吧 一点都不惊悚 还毛茸茸的 超级可爱有没有 他已经在收拾他摊位上的东西了 让你去 让你来 啊 Gracias 他让我进来 因为我担心没有得到他允许拍 会不好吗 这个右羊驼干湿 是白屋树的一种 埋在自己家里面 或者建筑屋的地下 就可以保佑家宅平安 哇这里面好多 这都是他们巫术当中的医术的一种 所以现在都是装在这种小瓶子里面 供大家购买也就更方便了 还有这种凸臼猫头鹰都是祈祷学业的 青蛙主青蛙青蛙都是黑屋树之一 哇这些植物也是他们调药的一种 他们有自己的乌医有自己的医学方法 哇塞这个就是职业的胚胎干湿了 哇那个是鲚鱼吗 还是兔子 这边的干湿更加真实一点 好像也更加惊悚一点 这下面还有各种药材 干海星也是他们药材的一种 也是白屋树的一种 谢谢 哇这里还是值得来的 主青蛙黑屋树 刚刚跟大家说过 可以诅咒你讨厌的人 现在已经快十点了 都在收摊了 我才来开始逛 地图上显示是这条街 其实这条街 这条街 这个丁字街 都是的 这是仪式用的一些材料 哇里面有很多动物干湿 但是跟我第一家见的都大乡进庭 前面没有了 就是这个丁字街丁字路口 这几家小店里面有卖的 我大概扫了一下卖的东西都差不多的 其实巫术还是存在 我收回我的话 可能会比较旅游 因为真正的黑屋树的东西 我一个都没有看到 毕竟已经是现代社会了 但是还是开了我的眼界 它的那些干湿标本 还有那些花花绿的瓶子草药 现代巫术依然存在 这里面的材料都是比较乐观向上的材料 那些非乐观向上的材料 一定是有出售的 只是我们游客不知道在哪里买 或者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用暗语交流而已 像我去天空之境 转车五路路的时候 我的邻座就是一个拉帕斯的 他给我看了他用手机拍的 就在拉帕斯附近的山上 因为他是本地人 给我看了他们做仪式的视频 但是那个仪式是祈祷健康平安富有的 人还有点多 但我对黑屋树还蛮好奇 不是说我自己要去施屋树啊 就是有一种神秘感 啊再往上坡走 是一些小摊在卖了 就不像前面是店铺 这些都是一些摊位 现在都关掉了 再上来就没有了 这条街其实很短 估计200米左右吧这条街 看看这边的小摊有没有什么不同形成的 还是一样的 不过这些花花绿绿的瓶子 我都不懂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巫室这个东西 存在必有其意义 消亡必有其理由 祈祷财富 健康 爱情 抛洒仇恨 愿分 不委屈 人们把它 寄存在一些比较 超自然的 仪式 或者物体当中 如果真的真的理念的话 或者说 也许 它的理念度也是有概率的 那这个概率 也许不一定是你试的巫术或者魔法 是你的磁场 影响着很多事情的发生 那些事情 就推动了 你想要的结果 所以大家都觉得可能是巫术 但我相信 你自身的磁场能量 比巫术 更加 有魔力 更加有效率 只是说 仪式感吗 它会加强你某种信念 它会给你某种 精神上的依靠而已